历史上军事上是天才 政治上却是蠢材的四大名人 全部横死 俗话说 上帝给你关上一扇窗 但是会为你打开另外一扇窗 也就是说当你在这一方面不擅长的时候 就要考虑发展别的方面 也就意味着没有人是全能的 在优秀的人也都会有不擅长的方面 像历史上很多非常有名的人也是如此 今天要说的四位极其出彩的名人 他们是军事上公认的奇才 政治上却是蠢材 无意得善中 他们分别是 白起 韩信 项羽和岳飞 白起 战国时期的沙神 纵横沙场四十余年 几乎可以称得上战五百计 长平之战更是为秦国霸业打下了基础 白起是秦昭王十人 彼时的秦国实行军功勋爵制度 也正是因为军功勋爵制 白起才能在历史上 以平民出身斩露头角 参战后 白起很快以高超的军事才能在军队里脱颖而出 白起最出名的一战 便是秦 赵之间的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在经过三年的消耗对峙期之后 因为主将由连坡换为纸上韩冰的赵阔 被白起抓住了机会诱敌深入 分割为奸 最后将数十万兆军包围并坑杀 韩信 东汉出生人 汉出三杰之一 著名的军事思想家 更是兵家赫赫有名的兵家四胜之一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之时 韩信投靠向良 向宇 但没有得到重用 投入刘邦麾下以后 展现了惊人的军事才华 一飞冲天 一生征战携有败继 向宇勇立无双 战争才能过人 一生征战 于巨路破釜沉舟大破张寒 坑杀秦居二十万 后来更是杀秦王子英 亲手终结了秦朝 实现了王秦必处的预言 岳飞 大宋抗金名将 他带领的岳家军所到之处 惊人无不望风而逃 这四位在古代历史上 全都是兵圣级的存在 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 但这四位军事天才 在政治上却是十足的蠢才 他们但凡在政治方面 有他们在军事上的一半 他们最后也不会死得那儿惨 白起 当时秦朝王为了强行攻击赵国 而命令白起出征 白起认为这件事 实际上出兵是不妥的 但不能违背王令 白起还是率领军队上了战场 结果果然秦军被打败了 于是 白起说 如果秦王听我的忠告 就不会有今天的战败 但出乎意料的是 这句话传到了秦朝王的耳朵里 白起的战场神话时代就此结束 白起在军事上毫无疑问是天才 但再怎么战无败计 秦王再怎么重用他 都不是他因此而嚣张跋扈的理由 自是甚高拥功自重 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君王的大忌 而韩信同样也是个政治蠢才 无论皇帝再怎么谦逊 也不会想要听到 自己的臣子嘴里冒出来 说自己这个皇帝 不如自己的臣子这样的话 但是韩信不仅说了 而且说得非常直接 哪个皇帝能接受呢 战乱时 需要韩信打天下 可天下已经打完了 那韩信也就没用了 韩信的死 也是因为他实在不善于玩政治 玩心眼 最后韩信吕厚于萧和合谋坑杀 一列三族 国事无双的兵先 最终却落到了个身死足灭的下场 还有项羽 他确实是一个军事天才 但是作为一个统治者 他确实没有刘邦适合 他心慈手软放过刘邦 赶走自己身边的谋士 一意孤行不听劝告 所以最后落得个隐恨自尽的下场 岳飞之所以是抗金主力 却被皇帝毫不犹豫杀害 世人皆说是秦贵作恶 其实与岳飞自己也有关系 岳飞曾提出要将被金人掳走的宋徽宗和宋清宗接回来 一山不容二虎 这一接回来 势必会动摇现任皇帝的地位 哪位皇帝能容忍这个呢 岳飞的行为令皇帝非常不满 所以就算是皇帝知道 岳飞是被诬陷的 也不会在意 而是顺势而为 杀了岳飞 四位军事天才 皆因没有政治眼光惨遭横死 也正是因为这份蠢 这四个人在领兵作战的时候 没有死于战斗之中 而是死在了政治权谋之下 古代封建社会的帝王集权有多可怕 权力至高无上有多可怕 由此也可窥见些许 无论你为这个国家做出过多少贡献 立下的功劳有多大 一旦牵扯上帝王权术 稍有不慎 最终就是令人探望的下场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